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优伙朋友 大家好 这里是老赵 所通知 我是老赵 那么这一节呢 给大家分享四句黄泉 那么四句黄泉呢 我想呢 这一首诗或者这段话 那么学风水的读过沫生 那么就一个网友问呢 说庚丁坤上是黄泉 坤向庚丁不可言 那么这句话 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假设为什么会中间会有很多矛盾 那么这个呢 我就给大家 以我个人的见解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前面这几句话 庚丁坤上是黄泉 那么它指的是黎的什么向呢 黎的是庚向 或者说黎的是庚幽向 那庚幽向 坤上是黄泉 就是在坤上 坤身方出水 那么这个呢 在山河风水上 它是什么呢 它是金局的望向 金局的望向 我们看 金局掌声勿于关带陵冠 它是在陵冠方消水 那在陵冠方消水呢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 这个 在陵冠方消水呢 它就是三当黄泉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丁呢 坤丁 丁不是指的丁相 那么它是指的丁龙 坤相 那么也就是说 斗牛拿丁坤之记 它是金局 这个呢 它是金局 它是龙 它是相 所以呢 这是金局 水不可以在坤身上出水 这是当然 这是指的山河风水大 那么后面这句呢 坤相 更丁不可以 这个另外呢 我给大家说 因为这后面这几句话的意思 其实呢 它是把前面这几句话翻过来了 那么我们就不可以说 它是坤相 坤相 更丁可以出水的 为什么说坤相 更丁不可以出水呢 那如果有朋友说 这个坤相 更丁出水 它翻了阴阳 就是天星风水的 那么这首诗或者这段话 那么它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它既然写这段话 那么它是一个风水 一桃风水体系 你要是山河风水体系 就是山河风水体系 要么你就是天星风水体系 就是赖宫的 随观随法的 那么一个体系 所以呢 它不可能是既有山河体系 又有天星体系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也就是说 后面加上这段话 要么后面的人这个加错了 它其实这个意思呢 就是把前面这句话翻过来 而不是说坤相 更丁 坤相 不可以在更丁往出水 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 一兵虚方 逊水先 一兵交而去虚 那么它是火菊 火菊 当然它不可以在逊四方消水 如果兵五相 它在逊四方消水 那么就成了一个什么呢 蒋生慕于观在林观光 在林观光学主 那么在这个山河风水上有一句话 这句话叫 此地最继山水去承财之之之为因 那么就犯了 杀人打黄泉 后面这句话 同样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有朋友说 这个它是按这个什么呢 这个天星分说的 那么这个就错了 我们看上面这句话 如果是说 你说 用天星分说 那么还可以解释过去 为什么呢 坤相 坤相为阳相 耕丁为阴水 那么这个呢 是阴阳 这个不合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下句 迅相 依兵 祸以南 迅相 依兵 祸以南 那么什么意思 迅相 是阴相吗 那么虽说 依是阳的 但是迅和兵 它是阴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 那么你就说不通了 所以呢 这个它一定不是什么呢 阴相 哪阴水阳相 哪阳水的天星水宝 那么它就是前面这一段话 反过来讲大 我们再看 家规 向中修建分 家规 它指的是牧局 牧局 静阳时候归家之灵嘛 所以指的是牧局 牧局 它不能在更饮方消水 又随道说 它不可以在更饮方消水 更饮方消水 同样也是在邻关方消水 那么后面这个呢 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它和上面是一样的 都是反过来的 我们再看 心润水路怕当天 那么心润 心润俱了会沉 那么它是水局 水局呢 假设你任职下 任职 那么就是 当然它就怕在千方 千开方出水嘛 千开方出水 那么它就是它的灵关方 这个水 掌声沐浴 关在灵关 它就是在灵关方出水的 那就是摔死 这个 帝旺摔病死 这个摔放来水到旺 过堂到灵关方消水 那么这就是 黄泉水 这就叫沙安大黄泉 那么 总之来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四局黄泉 那么就是耕丁 这叫金局 货局 墓局 水局 那么它都不能在自己的灵关方出水 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丁 一心丁鬼 那么它是带着的龙 加通冰人呢 它是带着的水 所以呢 就是我给大家 就是 我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新人居然会吹 那么就是新龙 任水 新龙任水 那么它们通成叫水局 所以呢 这段话 我以我个人的认知呢 就是这样解释的 那么另外呢 当然了 黄泉 这个四局黄泉 还有什么巴萨黄泉 包括的这个 这些黄泉呢 黄泉水 其实呢 在这里呢 它都是指的里气 那有朋友说 这个里气到底是三个里气准确呢 还是天行里气准确呢 遗迹呢 还是这个玄空里气准确呢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说 首先 那么我们要看风水 它要注重行轮 那么行轮急 那么这件事就是急的 行轮凶 这件事就是凶的 如果你有一个急的行轮 那么再找一个急的理气 这件事一定会急 如果你找了一个凶的行轮 又找了一个凶的理气 这件事百分之百会应凶 那如果呢 这个交叉呢 就是这个凶的行轮 那么加急的理气 同样 这件事也会应凶 那么 鸡的行轮加凶的理气 会发生什么样子呢 当然 这个就有讲究了 那么就是在我们实际做风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 那 让这个行轮 好的行轮多符合 那么 这个一派 两派和三派的理气 当然呢 如果这个行轮不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做一个 不管是你能复合山河风水 复合天津风水 或者复合悬空风水 我们都可以去做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人山冰下 人山冰下 那么 水出地位 或 水出这个心虚 那么在山河风水上都是急的 那都是急的呢 如果是出水没有关来 出水口一些千里 那同样 这个会应凶 你不要看他什么 山河连珠啊 以及是 这个借口消水啊 他一定会应凶 如果是说 你并无想在训 释放消水 如果是出水关来 那么这个呢 他仍然会应急 那当然了 如果这个出水又没有关来 那么这个应凶呢 就一定会应凶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 要以行卵为主 礼气为福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看啊 比如说你的冰下 在迅四方消水 那么在天性风水上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迅四方 冰下哪一水嘛 所以呢 看风水 最重要的是要 以行卵为主 礼气为福的 啊 所以呢 我们不能说 一看人礼气 那么凶 那么我们就说凶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礼气打架的问题 礼气打架的问题呢 你学哪一派 你就用哪一派的礼气 啊 那么第二点呢 如果你多学了几派礼气 那么你就尽可能要让它 多符合几派礼气 那么这不是这个事情 就完美的嘛 比如说啊 啊 这一个向山啊 非常秀气 那么我们就照着这种向山 就行了吗 那如果你说 我非照着这个地方 才符合三个礼气 照着这个地方 那么就符合天性风水 那么我们就照着这个地方 符合天性风水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在学风水的时候呢 首先要助行 那句话要怎么说呢 有行就有气 礼气呢 只不过是辅佐它 比如说八卦风水 那么在某一个方向 有某一个击洒或击水 凶洒或凶水 那么在某一个方向 所代表的事物呢 它的基确就显现了出来 比如说 那么在魏方啊 有击洒或击水 有凶洒或凶水 有凶洒或凶水 那么魏所代表的事物 比如说 属羊刀 对不对 另外呢 它会应该呢 魏年丑年 这样的 礼气呢 它只是对 这个事物做了一个具体化效应 但是呢 它没有 它不足的击凶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在学习风水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些情况 好 那么这一节呢 四季黄泉呢 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 有朋友喜欢老赵说风 就是视频的 也欢迎他 关注老赵说风水 如果呢有朋友 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有什么要咨询的 也欢迎他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呢 也会尽可能的回复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